大家好,我是牛哥点评 今天呢,牛哥呢,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广西爱情故事啊 小勇,大家也知道小勇这个人啊,他非常的抠门啊 但是呢,这个昨天啊,小勇呢,晚上啊 他呢,准备呢,要回桂林了 大家也知道,小勇啊,在网上面和小七啊 差不多呢,相处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这两个星期时间里面 小勇除了请小七喝奶茶之外 就从来没有请小七啊,吃过饭 所以呢,昨天呢,这个小勇呢 他呢,这个就是想呢,这个当一会难愣啊 所以呢,他昨天呢,是拍着胸脯说 小七啊,今晚我请客 然后呢,小七呢,也很高兴的新兰赴约 新兰赴约之后呢,大家也知道 这个昨天呢,这个小勇啊 又再次呢,带小七呢 来到了这个,一家柠檬鸭快餐店 这个快餐店啊,主要的一道特色菜呢 就是柠檬鸭 昨天呢,这个小七呢 这个,他呢,这个知道小勇要请客呢 他呢,这个就这个,让小勇自己点菜 结果呢,小勇呢,他呢,这个以为呢 这个柠檬鸭很便宜啊 因为小七请他吃柠檬鸭的时候呢 小七啊,他呢,是眉头多不皱一下啊 然后呢,小勇呢,就以为柠檬鸭呢 可能只要一百块钱 这么一盆就可以了 所以呢,他呢,这个点了柠檬鸭呢 还点了一个牛杂啊 他小勇呢,自己呢,也想吃柠檬鸭 也想吃牛杂 还点了两个素菜啊 小七呢,又点了一瓶呢 王老鸭啊,原本以为呢 这个吃完之后 这个小勇呢,这个想呢 顶多呢,可能只要两三百块 结果呢,昨天呢 这个在小七的视频里面啊 小勇呢,这个非常的丢脸啊 小勇这个去付钱的时候 这个付钱去之前是非常开心的 因为小勇想呢 终于呢,可以在小七的视频里面 能够证明自己呢,也是大方慷慨的 结果呢,这个小七呢 他把这个,就是,这个 手机啊,这个支架呢 放在那里 所以呢,这个小七啊 他呢,完全呢,是不知道 小勇会有后面那样 这个让人冷峻不堪的 那种尴尬的场面啊 要是知道小勇会有那样的表现 我感觉呢,小七呢 也不会把这个视频啊 给这个分享给网友们了 昨天呢,小勇呢 这个,去付钱的时候呢 说呢,非常的这个 就是,有面子啊 说小勇说,这个小七啊 你坐着,我这就去付钱 结果呢,过了五分钟 小勇呢,拿着一张呢 这个就是,清单啊 这个吃饭的清单回来了 他的两只手啊,多在发抖啊 很多人说,小勇是不是这个 就是为了这个视频效果在发抖 其实呢,大家也知道 这个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昨天呢,是小七拍视频 小勇根本没有必要啊 像这样子就是来一个 这个就是免费的演出啊 大家也知道小勇不是影帝啊 他不可能这么快的录戏啊 所以呢,我感觉呢 昨天那个小勇啊 拿着他这个吃饭的清单啊 这个应该手发抖啊 应该呢,是本人的反应啊 因为呢,这个就是钱啊 吃饭的钱是远远超过了这个小勇的这个心理事预期啊 我估计呢,小勇心里想的可能呢 200块钱呢,一顿饭就可以了 结果呢,小七让他这个 小勇自己去付钱的时候呢 把那个账单拿回来一看 可能要五六百块钱啊 有可能啊,牛哥也是猜的啊 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广西那家 那一家 柠檬鸭的快餐店啊 但是呢,从装修风格来看 应该是豪华的这个 就是高档的饭店啊 所以呢,他这个价格呢 贵一点啊,也是正常的 还有一点呢,牛哥为什么推出这个 就是吃饭非常贵啊 那是因为呢,大家也知道小七啊 他自己呢,开店了 他呢,投了30万 开了一家呢,这个牛杂火锅店 其实呢,小七呢 没有告诉小勇啊 这个牛杂火锅店 其中的一个牛杂宝要多少钱 小七为什么敢去高档快餐 高档饭店去吃饭 最主要他有那个能力啊 能够消费得起 小七自己是开店了 他对餐饮行业呢,非常的熟悉啊 这个他呢,也知道 这个顾客就是上帝啊 现在呢,这个饭店里面 虽然呢,这个吃一顿饭 要五六百块钱 上千块钱 但是呢,他自己呢,也是开饭店的 他也能够呢 这个赚得盆满不满 所以说啊 小七啊 能够一年多不杂 就花上千块钱 请小勇吃豪华的海鲜套餐 他呢,对这个钱 他说呢,事如粪土啊 每天呢,都可以呢 把这个上千块钱 赚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花一点钱 对小七来说就是毛毛鱼 但是大家也知道 小勇昨天 这个拿到了这个吃饭的账单 他为什么手要发抖 大家也知道 在小勇的印象里面 请女孩子吃饭 那是正常的 但是呢,不能超过一百块钱 超过一百块钱 对小勇来说呢 就是比杀了他还难受啊 昨天呢 这个一顿饭 可能就花了五六百块钱 所以啊 小勇的心啊 在滴血 所以呢 小七呢 这个性高材烈的和小勇说 花了多少钱啊 小七呢 为什么要问小勇 花了多少钱 小七呢 我觉得呢 她不是一个非常自私自利的女孩子 小七原本的心心里想的就是 小小小勇这个人 她呢 这个这么 这么看重钱 小七呢 原本呢 是想把这个饭钱呢 这个通过微信 再补给小勇的 但是呢 小勇的奈何呢 没说话 然后呢 小勇呢 自己呢 一言不 一言不发啊 她呢 这个直接呢 就下楼了 后来这个小七说 请她呢 准备呢 喝杯奶茶啊 让她呢 压压惊 小勇呢 也连连摆手啊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因为小勇当时的心 在滴血 小七呢 怎么劝慰啊 都没什么用啊 这让牛哥呢 想到了小时候啊 曾经呢 我感觉呢 也有小勇那种 就是尴尬的境地 就是你口袋里面 可能呢 就拿了一百块钱 然后呢 你呢 这个打冲 打中脸冲胖子 说这个 这个就是 以前可能是恋爱的时候 跟这个就是 相亲的女孩说 我们一起去吃饭 结果呢 这个相亲女孩呢 昨点又点 把你一百块钱的 全部给点光了啊 所有的现金 都给掏出来了 所以呢 那种感觉呢 确实啊 就是让人呢 感觉到呢 现在想想呢 很搞笑 但是呢 当时呢 可能呢 确实呢 话都说不出来了啊 所以呢 牛哥呢 是非常理解 小勇的这种感受的 小七呢 他呢 家里有钱 而且呢 他自己也能够赚钱啊 这个是标准的 白富美 所以呢 他对钱呢 没有多大的感觉啊 但是呢 对于小勇来说 他平常吃一顿饭 花八块钱就可以了 一下子让他拿出 五六百块钱 也就是说呢 他自己可以吃饭 他一个人吃饭 可以呢 吃 吃七八十顿饭了 你说他的心能不滴血吗 我感觉呢 其实呢 对于小勇啊 牛哥呢 今天呢 也不想批评小勇 很多人说 小勇这个人啊 就是太贪财了 他呢 是掉在这个 孔方兄里面啊 这个就是 掉进前窟窿里面 爬不上来了啊 说小勇呢 怎么怎么抠门啊 说小勇呢 当着女孩子的面啊 手还抖个不停啊 说呢 这个有失方寸啊 说呢 这个就是没有啊 不体面啊 反正呢 说小勇呢 这个各种各种不好 但是呢 我觉得呢 小勇呢 其实呢 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 其实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 这个门当户队啊 很多人这个门当户队啊 就是不太懂 什么叫门当户队 大家想一想 你一个穷人 能够跟一个这个 有这个千亿家产的富豪在一起吗 那是电影里面 电视里面骗大家的啊 大家想一想 你吃顿饭 可能呢 花个五块钱 就一顿午餐解决了 但是呢 那些富豪 土豪 他们吃顿饭 花个上百万 那都是有可能的啊 所以说啊 你根本呢 就无法想象啊 那些富人的生活 所以呢 小勇呢 也不懂小七的 这种吃饭 花个几百块钱 还能够笑得出来啊 小勇呢 也不理解小七 小七呢 也不理解小勇 小七呢 还看见小勇的手呢 在颤抖 他呢 还觉得很好玩 其实呢 他应该知道啊 小勇当时呢 心在滴血啊 所以说呢 这个大家也知道 这个今天啊 小勇呢 就和小七啊 没有打任何的招呼啊 就买了火车票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桂林啊 我感觉呢 最主要呢 和小勇啊 请小七吃这一顿 非常贵的这个豪华套餐有关系 当然呢 这件事呢 大家也这个 无不能怪谁啊 大家如果去怪小勇 他呢 也不能去责怪 对不对 他呢 自己掏钱了 从自己的口袋里面 掏了五六百块钱 请小七 应该来说呢 也是对小七呢 也是这个 大家有来有往 应该也来说呢 也算扯平了啊 然后呢 怪小七吗 小七呢 他其实是无辜躺枪的一个女孩子 小七呢 他自己早就说了 早知道小勇这么不舍得花钱 他自己来请客就好了 对于小七来说 他自己吃一顿饭 也要几百块钱 对于和小勇吃饭 他其实也觉得是毛毛鱼 对不对 所以说小七呢 也不应该呢 成为大家呢 这个就是被骂的对象啊 小七他事后 其实还想补偿小勇的 但是呢 我知道小勇这个人 自尊心非常的强 大家也知道 小勇呢 虽然呢 爱这个秤吃秤喝 但是呢 这个他付了钱之后 你再拿钱 去这个说我请客啊 他绝对是不会接受的 男人多要面子嘛 好了 今天的视频 那就拍到这了 这就是牛哥啊 对于小勇 请小七吃豪华套餐 事后手发抖啊 自己的想法和看法 欢迎大家在本视频下方 给我留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